都應該清價了 其實由去年的社會事件 其實旅客數字都一直跌下來 很多集團都開始清那些annual leave 去到這一刻其實基本上 之前都有一個名單 超過二十個酒店集團 其實已經開始放無薪假 也陸續有酒店裁員 結業都會 因為他們始終要交代給股東 不可以完全說這些行動都不做 我看到其實很多集團 已經去到最後一步才採取這一步 所以希望互相去體諒 有些人是否有所謂的 剛才說的餐飲 酒店 旅遊 零售 這些是無一陷嫌 就算作為一個集團來說 其實市場更高層次就是資金鏈 整個金融體制的資金鏈都斷了 很多淺外國的資金其實是回到他們本身的國家 那裏去救國 所以不單止本地的客戶消費少了 外來的旅客少了 資金鏈斷了開始 只可以希望大家出到一分力的 大家互相關照到 之後只可以希望大家儘快去處理了疫情事件 之後去重新去振作 重新去由谷底去復甦 一起怎樣想去建設這個經濟的復甦 我相信今次香港人已經知道 我們不可以再玩攬炒 不可以再搞差香港 因為現在不是說立場的問題 現在是說很多人的生計 很多人的基本生活 教育 醫療 都很受影響 很多希望經濟下滑或者刺爆經濟的一群人 其實他們本身都應該要交租 或者要吃飯 又或者其實都要照顧自己 很多時候可能是不是他的家人 又或者身邊的人本身是照顧到他們 但如果連照顧他們的那群人 他們都經濟受影響的時候 其實不單止令到攬炒的對象攬炒 而是其實自己一方支持他的人 都會有受影響 其實是整個社會一起面對這件事 而不是只是哪一個立場的人士受到這個衝擊 很多事是很多前人辛辛苦苦去建立出來的 沒有前人也不會有我們 而純粹去做一個破壞的時候 破壞後不代表你真的可以做到一件新的事物 你純粹去搞破壞